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种移动 就是2023年的民航飞行 包括两个部分 那么一个是安全科技会不断升级 比方说英国在2024年前 它全国主要机场都会安装一个行李的电脑断层扫描 那么有了这个电脑断层扫描之后 你在携带液体或者是大型电子设备的规定就会改变 就是变得比现在宽松一些 因为电子扫描仪会主动检出 然后主动送到复检室 而美国也会在丹佛国际机场 在12月就启用高科技的行李处理系统 同样的透过电子扫描技术 自动把可疑行李送去复检 这会让效率快速的提升 小部分的机场正在进行脸部辨识系统的测试 目前包括了像达拉斯这些十多座特别繁忙的机场 已经开始在用 那么不过要值得注意的是 到了明年之后 全球飞航的需求暴增 因此很多航空公司都宣布 它会提高你获得飞行常客的门槛 简单来说就是原来你的里程数累积 可以换算到多少优惠 将来的这个累积数额可能会增多 甚至会变成加倍 你才能够换到原来的优惠 奥博谷是一名飞行常客 现在却常常被航空业者气到哭 随着疫后航空旅行需求大增 包括达美和联合航空 都宣布从明年开始 将血减给忠实乘客的奖励方案 像是提高使用机场的贵宾室 或是以飞行里程数来免费升级 兑换机票的门槛 一般来说三四月美国春假期间 一趟从洛杉矶飞往纽约的达美航空 经济舱机尾可以用2.5万英里的 里程数兑换 现在却需要高达5.2万英里 整整原来的两倍多 随着耶诞假期逼近 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今年12月23日到1月2日期间 将会有超过700万人搭乘飞机上路 而这之中的少数人将会有机会体验 机场正在测试的人脸辨识系统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在疫情高峰时 就开始了这项科技的小规模试验 现在还在测试阶段 但将进一步扩大到十多座机场 包括丹佛 拉斯维加斯和亚特兰大等繁忙机场 这些机场在通过安检时 会有清楚的告示牌 告知旅客即将参与测试 另外也可以选择退出 美国TSA表示 致力于保护乘客隐私 并会立即销毁大部分的影像 避免数据被网络骸客攻击 但也引发部分民众担忧 同样是新技术 丹佛机场则是率先全国 启用了升级版的行李托鱼信筒 在这里行李会先进行电脑断层扫描 建立3D影像公安检人员检查 一旦发现异常 靠蓝牙和无线网络控制的 全自动推车就会出动 把有问题的行李送到检查室给专人复检 相较过去得亲自载运行李复检 新系统大幅缩减了人力和时间 大多数的行李只需要不到十分钟就能通过 所有检查 而在英国当局也宣布在2024年前将在全国主要机场 陆续建置先进的安检设施 全面升级成电脑断层扫描仪 安装完成后旅客随身行李的议体限制将能够从100毫升提升到2公升 也代表不需要另外把笔电拿出来检查 科技不断升级 为旅客带来便利 也有望提高飞航安全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